如何能让六米高的立体佛像跃然纸上 只需要将纸贴在佛像身上 再涂上墨水 就能将佛像的风貌 纹理 细节一一踏印下来 比照相机和3D扫描技术更精细 这种古老的踏印记忆 能将三维的文物在二维平面上重现 但其实传统的踏印都只能踏印平面物体 因为凸起的东西会顶破踏印的纸张 而老师傅李仁清却非要尝试立体踏印 这条漫长且艰辛的寻异之路 李仁清一走就是20年 他踏遍大江南北 才使这项技艺精进成熟 精确的测量 适度掐好的纸张 位置角度的完美贴合 都是踏印成功的关键因素 天气热 水分蒸发快 李仁清就一刻不敢停歇 敢在蒸发之前刷好墨汁 因为立体踏印需要将凸起的地方变成平面 需要改变原有的尺寸重新布局 这样一来踏片就都是碎片 所以最后就是要将3000多张 各个部位的佛像碎片拼贴在一起 这对考古测绘 绘画 雕塑等多方面 都是很大的考验 对于从业30多年的老师傅李仁清 也是花费了三天时间 才最终将佛像 以一副完整的踏片呈现出来 前人在雕塑佛像时留下的痕迹 也能通过踏印保存下来 这是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达到的 也正是踏印这项技艺的魅力所在